掃到打黑 又一波風暴到尼 又有些新的消息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先說 大家突然間看到一幅這樣的照片 這件事跟世界杯是無關的 因為有世界杯打到如火如荼 另一邊商我們國內有很多媒體人 其中一位叫做老物 透過側就很猛料 大家知道李鐵被帶走了 正看世界杯呢 聽說又一位足球人被帶走了 有 這個還要是現役的 然後另一位媒體人阿璇姐 我們比較熟悉的這位足球報記者 李璇也回覆說 就看他守得住自己筆 這個手還要打了一個雙刃 他說看來調查面擴大了 假刀黑戰鬥吧 然後有些網友問他 是不是李蕭鵬 阿璇姐就說不是 否認了是李蕭鵬被帶走 但他的手握著自己筆 就引發了很多聯想 到底是誰呢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就不說這個人是誰 大家就看了 今天早上也有很多消息 已經公佈了是誰 是嗎 公佈了嗎 是呀 都是一位手仗 我看到論壇上面 已經有媒體人公佈了 媒體人李平康 是說前天津權見和遼寧 宏運的門將張露 疑似是因為打假球 而被警方逮捕了 是 我不想說 大家看圖猜猜是誰 是你那些人 沒有默契 疑似而已 不代表本節目的立場 不過已經披露了 是今天午11時左右 有披露出來的 是 不過如果是衰他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這位門將的風評是相當齊 是 是 Lulu 平時抽煙、喝酒、酒駕 吃煙、喝酒、講粗口 那些飯飯也是關係 是嗎 醉駕那一陣子 即是被拒絕了 拒絕四個月 即是進去 所以他做任何事 我都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意料之中 是 今次帶走牌 很多朋友還說 之前有一場疑似的問題 就說武漢卓爾 預備一贏天津天海 那場球 Lulu 作為門將 多了低級的失誤 當時做武漢卓爾的主教練 就是離鐵 而做天津天海主帥的審長福 一天之後 亦都被拒絕了油 所以這場球 是 高度疑似問題 高度疑似 看看 看看 又更多的蛛絲馬跡露出來 又多位足球人被帶走 我估計很快 大家也不需要太心急 雖然我們的心情很迫切 但我估計陸陸陸陸陸 會有不同的協助調查的人士 就會被帶走 然後事情就會越來越清晰 主要是因為之前說 抓李鐵的時候 已經說到牽涉到打架球的情況 現在可能是在落實 哪些比賽是嫌疑的比賽 當然這個可能是拘捕回去 不是拘捕 是拘捕回去 是幫忙協助調查 也不奇怪 現在就未作實是有事的 看看會不會越來越多 一些相關的比賽 或者一些相關的球員 牽涉其中 我估計很多人會失失發抖 正如一些朋友 彈幕上來講 因為有時候 這種心理折磨會更加痛苦 我見很多所謂的犯罪嫌疑人 他知道會有這樣一天 真是 很煎熬 調查的人員 上來帶他走的時間 他反而是如釋重苦 終於陳安樂定了 終於都來了 終於有教好份 可以踩 對 終於可以踩逢一陣子 對 所以你 可以看這些 會得到 坦剔的心情 是很折磨人的 該怎樣就怎樣 不是大哥 是想我們少說這些 這些 沒有什麼 我覺得沒有很大的問題 其他媒體都可以披露 我們一樣可以說 不知道代音給不給 沒事的 反倒打是一個很正能力 很正義的事情 我們宣揚一下 是張奇古這樣說 還以為 這些如果是可以拘捕的話 都不方是好人的 好實講 都不會說錯什麼 這個風評真的差 這個真的差 其實今季他都踢過14場守法 但近來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傷 近來是大名單都入不了 但他上得場的時候 多數時間表現都不錯 但是又不知為什麼 突然間又會失去一個位置 我記得將路一代是入過那一隊 是啊 但是自己不爭氣 沒有辦法 有時候有些事情 機會給了你 唉 真是可惜了 只能夠 好啊 這件事就到此為止 反正 我們會繼續跟進 這個反倒打黑 這件事 因為剛剛只是開了頭 我估計 在後面還有大把猛料 跟著尾 就好像這堆東西 才剛開了口 慢慢做到更多東西 湧出來 嘩 湧出來 這個池總 湧得好 好 大家靜待 看看有什麼湧出來 我們會先說這三個人 其實主要是 現在看得很清楚 大家先看到那兩個人 中間那個李鐵 李鐵被人帶走了調查 這件事已經說了一個多星期 是啊 前面那個鐵欄不是加上去嗎 本來就有 哈哈 挺好的 這張圖找得挺好的 另外一個 大家看看清楚一點 李鐵右手邊那個 就是鄭斌 是鄭斌 也是鄭斌 鄭斌 最新公佈出來 在微博最新公佈出來的一個風波類的人物 鄭斌 就說 昨天她說的被帶走調查的最新的人就是 就是鄭斌 都不遮遮掩掩掩 就是說出來就是鄭斌 他說這麼多年來 他一直都是李鐵教練組最固定的拍檔 鄭斌在李鐵團隊當中 是一個業務能力非常突出的存在 他特別能夠鑽研業務 在足球專業層面很強 也是李鐵這麼多年來 無論是華夏還是卓爾 甚至乎國家隊都是帶著他的原因 你們還記得 俄龍鳳初在武漢隊那一年 鄭斌回來幫助這隊球補組 他還說有江湖原文說 李鐵執教 自身主要做資源和外圍 足球技戰術和排兵步陣那方面 全部都要靠鄭斌 鄭斌其實在國家隊 被李鐵從卓宇帶到國家隊 精戰12強賽賽事 李鐵教練團從國足下課之後 鄭斌是短暫回到天津津門府 跟于根偉 跟著于根偉做助教 一直任職到昨天網絡上 已經有消息傳說 他是被帶走的 之前鄭斌被傳換去調查的時間 還有一些媒體說 他只不過是協助調查 想幫他洗 之後就回到天津隊 天津媒體闢謠說協助調查 但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他被正式帶走了 昨天晚上走的時候 據說還要跟張露一樣 帶了手扣 即是說現在除了李鐵之外 張露和第三個被帶走的人 這個人物已經浮出水面了 這個就是鄭斌 左邊那個 通管的森林華 這麼像柯華田 柯華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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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從此被困了 唉呀 那個字幕剛剛 大家用清平的模式就可以看到了 對 沒錯 大家看清楚了 這個鵝龍鳳初 對 看看 這張照片看得清楚 剛才我們看這張照片 看看這張照片 嗯嗯 這張照片 其實船姐也有在她微博那方面 登了這張照片出來 懂得看 肯定是看評論 嗯 很多人就說 嗯 這張照片三個人已經有兩個被帶走了 這樣 一句簡簡單的說話 好像是吻含了很多的含意 嗯 這張照片 三個人裡面有兩個人已經帶走了 嗯 另外我今早上也學習了一句金句 今天金句 三人行 那張照片 網上好像一片期待 就說下一個 是不是我們心目當中想被帶走的那個呢 究竟這張照片裡的三個人 可不可以有朝一日會團聚呢 嗯 可能他不太想吧 哈哈 應該他不太想和他們團聚 大家都很期待 是啊 糟糕 於是 旋姐 看得出他對於這幫人都心無痛絕 嗯 旋姐 所以我們現在都有很多朋友 聚水 都不斷地擦身 旋姐的那個狹狹 是啊 他有多關係 有多資源 還有國內足球沒有什麼好看 現在是 這些好看過中超很多 對呀 懂得看的當然是看這些新聞 沒錯 我們正代佳陰,我們對國家司法部門充滿信心,這件事應該會徹查 這個時候用濕濕發抖這四個字就對了,就不是用在師傅身上 這個時候又教曉大家什麼叫濕濕發抖 我之前也有過這樣的想法,如果李鐵被帶走,他有嚴重犯罪行為的話 鄭斌沒什麼理由沒事 李鐵這麼信任的話,正如有些朋友說是頭馬 所以李鐵的所有事情,我估計鄭斌都知道 是,絕對是頭馬 如果有違法犯警的事實,這兩人絕對是蛇輸一 而且這些人是逃不掉的,犯了法的人一停走 看看,鄭斌是其中一個,大家不妨去想想 接下來還有誰呢 之前盛傳說李鐵在審訊過程當中供出了三個人 現在兩人據說已經被帶走了 網友也有很多精闢的評論 我看到船姐的主頁方面 有些人說,停拉門,在恆達那幾年 從李皮斯科拉里身邊拿個小本 在這裏作模作樣,臉都不要了 你又不知道人家在記什麼 最經典的那個是,陶宗三人目前已經被帶走兩人 有人說,米露說,李鐵是上天賜給中國的禮物 有些人說,如果把中國足球帶好的話 現在,貪一點都沒有所謂 最糟糕的人,你戴不好 戴不好還要這麼貪 其實韓國足協都很黑的,老實說 韓國起碼先進入世界杯 起碼先進入淘汰賽 你連成績都拿不出手 肯定有很多人針對你 好了,這件事我們靜觀其變 我們都是一個吃瓜群眾的角色 但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話,我們都很期待 我們都是第一時間和大家同步 對,搞得我們好像很壞 看到一些做壞事的人落網 我們樂觀其成 之前我就想說一些本地足球 即是我們國內足球的一些八卦東西 好啊 因為都很大單 一向我們跟開的 繼續和大家跟進 昨天我們都說過一些 有關於鄭斌被帶走的事件 昨天說過一下 昨天突然有一張貼文出來 有陳述元的樣子在 大家就趕緊按進去 是不是又有人被帶走 哈哈哈哈 今天提醒各位 而陳述元 未有任何事發生 未有什麼動靜 未有什麼動靜 他依然是中國足球協會的主席 相關中國足球協會的最新業務的發佈 都配上那張相片 很合情合理 也很不邏輯 昨天又有一些最新的中國足協的 可能未來的舉措 是滲了出來的 嗯嗯嗯嗯嗯嗯 我們先跟著李鐵的事件 先跟著李鐵的事件 再講祝協一點事件 昨天應該和大家說了 鄭斌被帶走 沒錯 但我細節還未說 因為昨天未披露 是怎樣被帶走 我們不要理會他怎樣被帶走 反正鄭斌已經進去了 然後昨天又說 有一位和鄭斌 基本同期的國腳被帶走 嗯嗯 因為這位角角是在家被帶走,所以驚動就敏大 不像當場被帶走那些,通了天 據了解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條線有些鬆動,跟行賄和賈球有些關係 可能跟踢甲球有些關係 現在還有一部消息,這邊只有半個頭 就是那個人,應該是阿欣峰 大家可能是那個尺寸問題 暫時看不到他全貌,但大家知道是誰就行了 現在媒體人的透露說 李鐵案引起了湖北、遼寧和廣東的京徵 欣峰以及幾位就介入,關係到多個地方 不單是我們之前說的體育總局的幾間位 地方的幾間位也已經是介入的 說回欣峰,其實跟鄭斌也差不多 是李鐵的助手之一 現在就說他處於一個失戀的狀態 就說被帶走了 其實他很早已經是協助調查的 協助調查之後就一直都失戀 一直都未見到一個人出禮 大家早幾年看中國足球應該都有些印象 踢過深圳隊 那時叫深圳上青飲 都踢過好幾對球 跟李鐵關係都相當鐵 就是李鐵團隊的一個重要的成員 跟大家解釋說,為什麼三個地方的幾位都一起介入呢 今天我看回媒體的解讀 就說,體現到國家層面 希望以李鐵案為開端 對中國足球開始一場徹底的反扶反倒 素黑除惡 體現到他們的決心和力度 正所謂呢 大魚小魚一齊依此抓 暫時未牽涉到捷協的領導 据說捷協現在主要的人員在海南 正在召開一個求職會議 暫時未有人涉案 但據說最終會不會有人受牽連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房間傳聞這次阿鐵被拘捕後 為求減刑 這次真是騙了 即是不斷放了 不斷放了 轉變成為一個 污點證人 污點證人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他可以舉報出來的一個線索 或者舉報一個人有重大的功勞 可以免去起訴 另外一種就是 你自己跑不掉了 如果你供出一些人的話 供出一些同謀 就獲得減刑 看來 阿鐵子這次真是騙了 所以其他人又是教大家使用食魚的時間 其他人就會濕濕發抖 因為暫時未有大魚 現在都是魚毛蝦仔 李鐵以下的那些 我們當然期待 這件案不簡單 捉了魚毛蝦仔就算了 因為如果沒有人跟阿鐵子撐腰的話 我估計他亦都不止於說 大家看到他這麼隻手遮天的 在中國祝壇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就算是當時期說 紫若翁姐是武漢卓爾的相關人士去舉報 那武漢卓爾為什麼觸發到他們隱無可忍去舉報呢 難道是追回那三千萬 在追討那三千萬的欠薪當中 除了李鐵以及他的團隊之外 聽說還有人撐腰就支持李鐵去追回 武漢卓爾那三千萬 那相關的一些涉嫌其中的人員 是否應該最起碼都協助調查一下呢 你這件事你不能夠說 只是打李鐵手下的魚毛蝦仔 應該下又打上又要查才可以 會不會那三千萬女頭 亦都會有些利益輸送 追得回可能有兩千萬就貴了誰 會不會呢 只是只是猜我們純粹 沒有什麼證據的 但是 有人這麼落力去和你追訴 都可以想像這些追訴公司的慣例來的 例如說一半是你的 甚至乎七成是你的 我收三成而已 你有本事你就跟我追 一般是這樣 如果不是沒理由那位仁兄那麼有空的嘛 有空無事我幫你追訴 正所謂無事獻殷勤 非奸即盜 最起碼都是內裡他有些牽連在這裏 如果不是他真的這麼有空的 有空我幫你鐵追回工資 這個世界尤其是當今社會 我想沒有那麼多熱心人士 都可以介紹給我們吃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先拆住 對哦 我們一半都還要 最重要是上海的哦 很近哦 幫我們追訴都 對啦 如果你說是一個大國我真的 認識到朋友都好是不是 當然是這麼熱心的 麻煩有機會 或者給個機會 小弟加加你微信 你幫幫手好不好 大家姓陳 人家的標課是千萬 哈哈哈哈 我們一千呢 哈哈哈哈 我們都 我們是千和萬 幾千去到萬的啊 哈哈哈哈 喬蘇 你比較麻煩 這個差距有點大啊 你們看到入罪 我們在核心 我叫做 啊 ну 谢谢大家